我們跟老師分享一下這個 請問一下老師 您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蛤 打字有超過一分鐘 30個字以上的應該就算快了吧 對啊 但是萬一不是很快怎麼辦 用講的也可以 現在有兩種方式 也許你以後可以試看看 因為以後不叫打包套 也不叫寫報告 叫講報告 所以以後問同學 報告做完了沒 你要問他 你報告講完了沒 OK 那這兩個網站呢 我們在Google裡面也有 你往下走一點 這裡有兩個 在Google文件有 那麼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Speech Notes這一個 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你們都可以嘗試看看 那如果我是用Speech Notes 您就先選擇 您想要辨識的語言 是哪一種 好 把它選好 那Google就不用選 因為本身 您在註冊帳號的時候 就選語言了 他就知道說 您喜歡的語言是哪一種 好按下這個錄音對不對 允許一下他存取你的麥克風 這樣我就可以開始中文輸入了 您覺得用講的比較快 還是用打的比較快 會比你打的慢嗎 好像還好對不對 下次知道真的叫講報告的嗎 這裡有講打錯了對不對 你就是停一下 再來修正一下 好難免 但是他們的翻譯都會做兩層 第一個就是剛剛你看到即時的 第二個就是他這整句完成之後 他其實還會再幫你做一個整句語意的翻譯 如果我剛剛講的是打報告或寫報告 他應該就會翻正確 因為我把它講成講報告 他就會覺得怪怪的這樣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 但是您在看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有少什麼東西 標點符號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在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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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如果 你講 鬥號 他就給你鬥號 給你直接講鬥號有沒有 所以知道 編講報告的時候 滑鼠是按標點符號 這樣了解齁 所以其實 正確率一般來講 就是一般的口語化的部分 其實都還蠻高的啦 除非您比較是專有名詞的部分 那當然就相對比較低 那您做好之後 就可以從這邊直接複製 就看你要複製到哪邊去的齁 那如果您用的是所謂的 Google的部分 其實當然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您看到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您新增一個Google文件 在上面這邊有一條工具 有沒有一樣有個語音輸入 好出來了 但是您有看到它的標點符號嗎 沒看到齁 所以你要找這邊更多理念 有沒有看到一個注意 但是我們不是注意 我們要這裡 手寫的 這邊是不是就看到了 那它跟Speech node 有一個比較大不一樣 就是這邊的標點符號是全形的 Speech node那邊是半形 是半形的 所以您可以自己選擇齁 你看 點進去一樣 它允許一樣 現在就可以利用Google 來進行語音輸入 在輸入的過程中 這個有沒有好慘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講的速度會稍微慢一點點 盡量不要說也是講太快 那Google跟剛剛那個Speech node 還有一個比較重大的不一樣 就是Google如果在你停留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沒有任何語音輸入 它會自動停止 那Speech node就沒有 它就等你按這邊才停 那這兩個 如果以我們講的打報告的方式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後面這個是比較好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在講的過程裡面 你會稍微停頓一下思考一下 對不對 我想要繼續講什麼內容啊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停 它就幫你先停下來 停比較久 它就幫你停住了 你是不是要再按一下 有時候這樣就會打斷你的思緒 所以我自己平常在用 我是用這個機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這樣其實打字的速度 真的不會比我直接用檔 雖然我打字 我用沒什麼 也是蠻快的 但是就是你手還是會累嘛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用講的 那你只是簡單幫它修正一下 這樣就快很多 甚至你可以顛倒過來 你知道嗎 你平常就先幫 比如說你對同學 比如說作業的評論啊 還是報告的評論啊 你自己先用錄音筆 還是用手機器先錄下來 然後呢 就播給它聽可以嗎 你就不用每次一直講一直講啊 反正你錄過一次就好了 它聽不懂 我就再放一次給它聽 這樣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個是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來 那老師您看看 您的打開影片都下載完了吧 我不懂不懂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